各位現在看到的是我 平板電腦的畫面 我們在使用平板電腦的時候 必須要有 資料 跟檔案的觀念 那平板電腦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的資料 放在 檔案裡面 檔案的位置對各位來講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目前各位看到我桌面上的檔案 就是APP 這一個 是系統資訊 這個系統資訊可以讓我們看 RAM 到底目前正在為執行哪些工作 還有一個叫RAM 這個RAM跟RAM是你買機器以來 你買機器以後 它就會告訴你你的RAM有多大 你的RAM有多大 那我現在 寫出這張表 就是平板電腦說明表 把它放下來就是這個 平板電腦記憶體說明 那它的記憶體說明就是RAM 1G 我的電腦我現在可以拿給各位看 怎麼看呢 當我打開 我的平板電腦的時候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我們就是用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不必安裝任何軟體 電腦裡面都有 它叫設定 它叫設定 這設定裡面呢 它就在這個地方 它就在這個地方 叫系統 資訊 好 我們先看看 管理平板電腦好了 我現在是按這個 管理平板電腦 它這裡面有告訴我們 你的型號是什麼 版本 那系統資訊 應該是在記憶體空間 不過它整理的比較不好 我們可以裝一個軟體來看 其實這個儲存空間也可以看 這個儲存空間 我再把它按進去 好 它正在工作 這個儲存空間也可以看 可是它整理的 這個沒有說很流暢 沒有說很流暢 比如說 它這邊有寫8G 各位看到這上面它有所 它有寫8G 總空間 是8G 在這裡 RAM是1G 總空間 就在最上面 8G 那真正要看的最清楚是從這裡 那真正要看的最清楚是從這裡 我把它退出 再把它退出 真正要看是各位可以看這個地方 打開這個 這個Android助手 這其實我們在座位裡面都有把這些狀態的座位給各位做 在工具裡面 工具裡面的系統資訊 這一個是最明確的 它整理的很好 所以我們的作業 好像第二個就叫各位做這個 你可以看到你的RAM是1G 4核心 你可以看到你的RAM 這裡其實是9.4G 9.4G 那我這邊寫的是8G 也就是 這部平板買來的時候 它告訴我們記憶體10G 記憶體10G 就是這個加這個 那現在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 RAM跟RAM的區別 RAM是什麼東西 RAM就是APP的運行空間 它非常珍貴 它決定 你平板電腦執行速度的快慢 RAM RAM也是它的記憶體 RAM是隨機存取記憶體 RAM是只讀不寫 其實這個為什麼它叫RAM 我不是很清楚 但 它就是一個記憶體 RAM本來有它的定義 就是讀只讀不能寫 其實我們這邊隨時在寫入 好它的RAM分兩塊 一塊叫內存記憶 內存USB存取 我現在只給各位看 事實上是跟這個一樣 它這邊有說 你看看 這個這一塊就是這一塊 各位看到這一塊 我這不能這樣移動 這樣移動它會亂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8G 它分成兩塊 一個內部的一個SD卡0 這個是SD卡 SD1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的 這個就很清楚 這個就很清楚 這個是內部的 也就是我們這邊講的 RAM 內存空間 移過來一點點 這一塊內部指的就是內存 這一塊SD卡0 就是這個SD0 好 那各位現在我再說明 為了不讓這個錄影時間花的太久 RAM是APP運行空間 內部的 內部的這個 儲存 它放的就是你安裝的 APP 還有你檔案 執行的時候需要資料存放的空間 還有快取的空間 那SD卡0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SD卡0 把它收起來 把這個打開 各位可以看到 檔案管理 各位去執行這個程式 然後你暗證了一個儲存空間 就可以進入了 在這裡 內部儲存空間 各位看到這裡 好 這一個 就是內部儲存空間 在這裡 這一個 就是SD卡0 這一個 就是SD卡1 好 那各位這三個都可以掌控 就可以看到它裡面存放什麼了 這個 就是 就是內存USB儲存 這一個SD卡0 這個SD卡1 好 那要看檔案 你可以按這裡 就可以 按這個就可以看到 它檔案是什麼 我現在就按進去了 它檔案就是這個 我再把它回來 如果想看這裡面存放什麼 就把它按這裡 這是你買的SD卡 這是你自己存的 再把它回來 這一個東西 就是你的 在這裡 OTG 這個就是你的SD卡1 這就是你的OTG 就是這一個 我再把它按一下 因為我現在有放OTG 這個就是我剛買來的 它是32G 我買的價錢不會很貴 啦 反正教學用 好 那現在最後的要給各位看就是 當你要看看這個RAM到底現在在執行什麼 好 我回到主畫面 當各位的平板電腦這樣一直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其實它是蠻浪費空間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傳輸 檔案的速度有一點慢了 因為它一直在儲存空間 好 我先把它 清理一下記憶體 因為它還沒有回過來 還沒有回省 把它拿到中間來 我現在要給各位看的就是這個RAM 這個RAM呢 各位看好 我現在執行一個檔案 回到這個主畫面 這個現在 因為我們檔案之前太多 所以它速度變慢了 好 這就是我回省到這個主畫面 好 主畫面裡面我回到這一裡 稍微等一下它 好 到這裡了 那我跟各位講 你如果要看那個 這個RAM在執行什麼記憶體 請看這一個 請看這一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要一直錄 因為錄影時間太長 對各位學習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要看RAM執行什麼 請看這裡 接下來請各位 稍微自己研究一下 好 那謝謝各位觀賞